就是讲解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需要说有点带路感 上课都会比较非常起强烈 要不也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东西 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也有人讲 哇 你们上YYC的课程啊 YYC的课程很贵 不是 我之前已经上完五个model那个zoom class了 H6是来自Saba KK 我们是坐飞机过来的 想要更了解这个eInvoice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是Texport的订阅者 你有继续那个eInvoice Mastery 有有有 其实不是的 之前Texport我们也是有上过了的 最主要是想要知道最新的那种update 之前有上过 但是是onzoom的 对 这个是受访我们第一次上的关于eInvoice的课程 应该是第一次啊 eInvoice来这边是第一次 YPAN那边有上很多次了 讲JC我们也是上YYC的吗 model课有上啦 因为model可能你就是坐住厅 哦 原来是这样 可是实战课 哇 可能face to face嘛 所以你会比较更detail一点 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eBulling的概念啦 这两天我学到很多东西啦 我们就没有像在一个这样紧张的状态 就是每个人要分享他们自己的行业 然后做自己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行业 然后把所有不同行业聚集在一起 然后去互相了解 也可以从中认识到一些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烦的东西 它就没有这样紧张 以前我们上课都会比较stress 比较紧张一些 比较闷 其实是蛮不错的 就也可以听一听其他人的分享嘛 就是把我们遇到的问题 对 每个行业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嘛 所以就尽量都会帮我们解决到我们面对的问题啦 大概可以了解 原来对方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是不同领域的人 所以我们不知道原来他们会有这样的问题 还有我们知道的东西 我们都要记录下来啦 就是那个started claim 那个也是我们很注意啦 还有就是认识了那个55个quid的 是要怎样从我们的那个accounting system integrate with这个e-in-moist-try 9分吧 其实大致上要cover的我觉得都已经cover了 9分吧 基本上都不错啦 建造来讲是没有话说啦 他是讲解都很清楚 然后声线又听得很好 可以给你们10分的 因为建造他讲的比较清楚 所以学生全部很明白 他explain到很detail啦 就是说一针见血啊 一讲就明啊 10分 Zen所present的 跟还有另外一位他所present的 我们都很容易可以吸收到明白 都算满分吧 至少他给的那些资料会比较详细 然后他解释的东西会比较 因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就11分 9分 上第一天就讲很多 关于他的那些concept 他的那些整个东西是怎样跑的 然后第二天呢 他就是做很多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些exercise啊 然后也看到他们每个的行业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 做出我们自己的那个flow出来 9点5分 哈哈哈哈 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某些部分的话 因为他牵涉很多房 就是可能supplier customer 或者中间会有一个特派地还是什么 就是讲解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需要说有一点带路感 哦 现在假如你是站在customer 哦 假如现在你是站在哪里 这样可能或许会比较好带路啦 我每次都介绍我朋友来YYC课程呢 哈哈 有啊 之前我都已经有一次在介绍 人家join textboard啊 然后上YYC的webinar 这样会啊 会会 我们也是这样子介绍介绍介绍来的啊 会啊 是不错的 因为大家的准备for e-invoice嘛 因为接下来迟早的会发生了 明年就是强制实行了 我按我公司接下来还有少许的员工 还是会来继续上这个课 会 我们公司跟YC其实也合作了蛮长时间的 所以我们从那边也看到很多 就是市场有很多课程啊 一些free的东西 就是我们subscribe的那个textboard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在里面 然后这个课程我们一直在那边看到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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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这个也是一个knowledge来的 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seminar已经很完美啦 我学习很多东西 有认识了很多东西 还有认识了很多朋友 哈哈 tact你们那边看到吧 我就想点一下 还想点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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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